刚刚的话我们就是讲到了一个什么 解决这个塌陷的问题的时候 用了一个属性是吧 用一个属性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overflow hidden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样一个属性啊 这个属性它本身它是不是用来 设置这些效果的 它是用来解决什么 解决元素溢出的是吧 但是它放到这里来 实际上是为了它可以怎么样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的啊 实际上是用了我们的摄像台词里面的一些什么 hack技巧吧 就是那边的一个属性 居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做样式的时候 我们前人给它试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一些前人给它试出来了啊 现在我们学的话 学一些实际上是这东西 实际上是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很成熟的解决方法啊 以前的解决方法是五花八门的 是吧 现在是有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法啊 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解决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verflow 这个属性是怎么一回事啊 offflow 好 offflow这个属性的话 它是解决什么 元素溢出的 什么叫元素溢出呢 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子极元素 如果它的尺寸大于负极元素的话 就会产生元素溢出啊 这个意思啊 就是我们的子极呢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条件呢 就是说我们的负极啊 就是负极的话 如果限定了尺寸是吧 负极如果限定了尺寸之后 怎么样呢 子极怎么样 就可能会超过它 是不是这样的 子极如果元素很多的话 就会超过它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元素溢出啊 好 来新建一个这个 好 元素溢出啊 元素溢出 首先的话 元素溢出的话 一般是针对于什么呢 针对于 一般是针对于两个元素之间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一个元素来吧 比如说这个 来一个box是吧 假如说是点box啊 好 box的话这样一个dip啊 如果说它里面的 我里面放些文字是吧 假如说我里面放些文字啊 假如说放这些文字吧 放这些文字 复制 把这些文字都放过去吧 复制是吧 然后粘贴在这里面来是吧 好 再让它粘贴到里面来之后 我来给它样式是吧 Style 然后给它样式啊 然后这个box啊 这个box我先给它一个什么呢 宽度啊 宽度假如是这个 宽度啊 宽度假如是300吧 300px啊 好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高度先不给啊 高度不给啊 然后的话我让它来一个像素的边框是吧 border然后是一像素啊 一像素然后实现给它来一个黑色的边框 是不是可以啊 好 然后同时的话我让这个盒子聚中一下啊 margin margin 然后是假如说距离上面是50px啊 左右是O2是吧 下面是0啊 好 这么做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盒子啊 好 给它一个背景色吧 背景色给它来一个go的 是吧 好 这么做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那么这个效果就是这样子了 是吧 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好 没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文字是不是把这个盒子撑开了 是吧 文字把盒子撑开了啊 好 那么文字的话我可以做一点效果啊 比如说这个里面line height给它来个30吧 2024px啊 或者30吧 好 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文字变高了是吧 每个都有横高吧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如果说这个div啊 像这种盒子 如果说我们不给高度的话 高度会自动撑开这个什么盒子吧 这种撑开这个盒子啊 那么的话 这个时候就不会产生元素溢出啊 那么如果说我们限定了这个盒子的宽核高啊 假如我给它一个高度啊 height 给它一个200 200px啊 好 限定了这个宽核高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会产生元素溢出了啊 我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 这些东西是不是溢出来了 因为这个盒子本身它的宽核高是固定的 是吧 那么它不足以放下所有的子元素吧 那么紫元素就溢出了啊 好 那么紫元素溢出的话 我们假如说像这种布局的话 就是比较难看吧 是吧 莫名其妙的 是不是很莫名其妙的啊 好 假如说你设计师想设计这种风格 那没办法是吧 确实太另类了 是吧 那么这么另类的风格的话 我们需要把它修整一下 是吧 修整一下呢 就是要设置元素溢出的什么呢 这个设置 是吧 原来说溢出设置的话 用这个什么呢 用这个overflow属性 是吧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overflow来设置这个元素溢出的 它的这个处理方法啊 overflow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学的这个hidden 是吧 hidden它是干嘛的呢 来看一下啊 如果设置了这个的话 那么它就是什么 就是把多的藏起来 是不是这样的 把多的裁卸掉 然后藏起来 明白没有 这是它的这个效果啊 就是这个hidden本身是什么 隐藏的意思吧 它就是把多的裁卸掉 然后隐藏起来 这就是它的 想不到它这个东西是吧 是做这个功能的 居然可以解决什么呢 解决我们的很多问题啊 比如说这个overflow hidden吧 这个啊 它的话是什么呢 它本身是什么 将其余的部分不可见 是吧 那么它除了可以 做这个功能之外 它可以什么呀 它可以什么 解决什么 清除mark and talk的 它现在功能吧 然后它还可以 还有其他功能 就是什么呢 还可以清除浮动啊 那么后面我们会碰到 清除浮动的这个bug的时候 也用它啊 也用它也可以啊 就是overflow hidden啊 好 这是它的第一个属性 是吧 第一个属性值啊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 可能看第一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是什么呢 weasible吧 weasibl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默认的 缺省的啊 weasible weasible的话就是说 艺术的就可见啊 就这样子了 是吧 weasible 就是原来是什么样 就是原来是什么样 还是什么样 是吧 那么色与不色都一样 就这个意思 缺省值 是吧 好 这是两种 是吧 一种是默认的 显示 一种是什么 柴切隐藏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设置值 还有一个什么呢 scroll 是吧 scroll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会什么 显示什么 滚动条啊 显示滚动条来 查看其余的部分啊 好 假如说这个 我设置一个scroll啊 scroll scroll的话就是滚动的意思 是这样的啊 滚动啊 好 滚动的话那么怎么样呢 就是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有滚动条啊 看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有滚动啊 是吧 滚动条啊 好 这个滚动条的话 那么怎么样呢 确实不好看吧 这个 不好看啊 我们页面中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宽的滚动条 肯定是不好看的啊 不好看的啊 好 那么后面我们就会讲到什么 怎么自定义滚动条啊 那么这个滚动条就是太难看了啊 我们会讲到自定义滚动条啊 做一个很很很好看的滚动条啊 好 这是这个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设置值是吧 第三个设置值啊 好 那么的话看一下啊 这个 第一个设置值啊 第一个设置值是什么呢 这个是 Weasible 是吧 Weasible Weasible Weasible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 默认啊 缺省值是吧 缺省值 递出的 可见啊 好 那么第二个的话是 可见 好 那么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 黑等是吧 黑等 黑等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将溢出的 将啊 溢出的 元素 元素 裁切啊 裁切啊 裁切隐藏啊 加艺术的元素 裁切和隐藏啊 这是第二个啊 然后这个scroll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 scroll啊 scroll的话就是 啊 产生滚动条 是吧 用滚动条 滚动条 显示 就直接写什么 显示滚动条啊 显示滚动条啊 好 那么这个scroll的话啊 这个scroll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设置这个值的话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文字啊 没这么多 大家看一下啊 如果没这么多啊 只要只有这么多 来看一下啊 如果没这么多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这文字是不是只有这么多啊 按理来说是 不可能艺术的吧 但是这个是吧 是不是还有滚动条的 这个什么 背景的啊 什么这个很难看的啊 是吧 好 这个的话是不是不够智能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你最好是什么 我没有艺术的特性 你最好不要有滚动条 是吧 如果我要超过的时候 你才有滚动条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 接着的话 这是第四个属性的 就是什么 O2吧 O2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内容如果多过这个 负极的 这个范围的话 才写这滚动条 如果是不够的话 那么就是不要滚动条 是吧 好 那么呢 大家看一下啊 假如说我写是一个O2 是吧 O2的话 那么就是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怎么 再刷新一下 是吧 这时候是不是没有滚动条啊 没滚动条啊 好 如果说把这个文字再加一些啊 把文字再加一些 把文字再加一点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 滚动条了啊 有滚动条了 而且这是什么 只有纵向滚动条吧 没有横向滚动条 是吧 没有横向滚动条啊 因为它这样子可以摆下来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 它的一个设置值啊 就是显示 显示滚动条啊 不管 不管是否 是否溢出啊 不管是否溢出的话 是显示滚动条啊 这个还有一个O2啊 O2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啊 溢出的时候 产生滚动条啊 不溢出的时候 不显示滚动条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O2是吧 O2啊 那么接着还有最后一个 这个设置值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inherit 这是干嘛呢 这是什么 什么 这是继承负极的这个什么呢 O2的属性值啊 继承负极的O2的属性值啊 这是 这个的话 一般我们很少用啊 我们一般自己什么 是自己受啊 一般很少说 让它去继承负极的 O4属性的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O4的这个属性的设置啊 那么讲到这个的话 是因为什么呢 它这个东西一般是什么 要解决我们的什么 这个bug的问题啊 单独的用这个东西的话就 我们用的最多的实际上也是这个overflow hidden 除了什么呢 除了解决这个问题之外啊 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效果是吧 做一些效果的时候 比如说要用这个overflow hidden啊 overflow hidden的话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一些东西先隐藏掉 采写掉是吧 然后通过改变它的位置 然后把这些东西显示出来啊 那么就用到这个什么呢 overflow hidden啊 好 这个后面在用到的时候 我们再说啊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溢出啊 我说一下2